好,我们现在开讲,感谢群主,感谢群友,我是刘晓东,今天呢,由我和杨丹和一起讨论郭文贵爆料,最近分析郭文贵爆料的讨论已经很多,我们只想从另一个角度谈谈我们的观点,我们的讲座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郭文贵爆料的意义, 第二部分,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不同作用,第三部分,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的真谛,第四部分,堕落与自由的沦上,下面我讲第一部分,郭文贵爆料的意义,如何判断郭文贵爆料这一行为的意义,我认为,首先应从最重要的大的方面判断, 即从郭文贵爆料行为,对中共集权制度的震撼效应和推强效果,这两方面来判断,而不是从其他次要方面判断, 从中共这近十天一系列的忙乱紧急的动作看,他先是放出郭文贵三邪的抹黑视频,又放出马剑等人证词的视频, 又在北京召见美国之音记者警告不能直播,又在美国之音直播采访前一页,发出红色通告,致使美国之音断播。 中共这一系列紧急行动,都表明郭文贵爆料对其震撼巨大,表明郭文贵爆料意义重大。 我们先不说郭文贵自己是否意识到他爆料的意义,也不说郭文贵从农民儿子成为富商的路程如何走过, 也不说他最初爆料目标小,只为了保护自己的家人和员工,我们只说今天郭文贵能够走到爆料这一步, 能够站出来揭露体制内贪官腐败这一步,能够搞得中共如此惊慌失措,已是很了不起的,是前所未有的。 虽然最初郭文贵诉求目标很小,只是迫使傅振华放自己的家人,但最近随着中共撕下假面具,郭文贵的爆料升级, 爆料的诉求目标加大,震撼效应加大,大到成为中共建政以来最震撼的事件。 而这个事件今后还会有后续发展,我们拭目以待,我希望随着中共越来越凶恶强硬, 郭文贵能够越来越认清中共的邪恶,思想越来越深化,胸怀和目标也越来越大。 现在已有消息传出,他要召开记者招待会,时间七小时,爆更大更多的料,可以说他以个人之力挑战中共政府官员腐败的行为, 对中共体制的震撼超过了三十年海外民运所做的总和。 所以,郭文贵的爆料不但震撼了中共极权体制,也振奋了海外民运。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郭文贵成长的阅历不同,使他很难成为民运人士。 在当前,郭文贵也不适合如夏业良教授提议的那样去搞民运,那是转移郭文贵爆料大目标的不策略的提议。 谢谢小冬,小冬你讲的这些观点我都同意,我认为呢,就是从中共建政以来,从中共有一个说法, 他说那么中共政权的建立是这个人民的选择,中共政权的建立是不是人民的选择呢? 因为是他欺骗的结果,因为这个政权是挂羊头,卖狗肉。 也就是说,他说的社会正义,他说的追求这个自由平等,他说的,他也说核心价值观,他也说他还要追求人类解放,他说的全都是冠冕堂皇,但他做的是完全相反。 郭文贵爆料的一个重要意义就是,因为他的爆料在美国之音被打断,所以他的核弹,他据说他要爆核弹。 爆核弹呢,就可以说是郭文贵爆料是中共的所谓核心价值观,他的核心价值观就是说,他是公平的,他是正义的,他是要透明的,他是要公正的,他是廉洁的,他是代表人民的,他是人民的政府,他是追求这个人类幸福的。 所有的这些美丽的谎言和他的话题都被彻底的撕下,这个核弹一方面是说,他的所谓的核心价值观全是幌子,全是假的。 另一方面就是让大家知道,这个政权已经烂到根子了,烂到核心了,那么就是对他的所有的这个,他自己自我内在更新改良的这个幻想,彻底放弃这个幻想,就是说对他是不可能改良的呢,他只是必须得解体。 彻底公贵,他自己可能说的是,他不反对这个体制,他不反对这个党,他说他这个党是正义的,这个党是代表人民的,这个体制还是好的,他只反对里面的这些蛀虫,这些哪怕是级层,级别非常高的,甚至到了核心领导阶层的这些蛀虫,他反对这些个别的坏人, 其实这是由于整个的体制造成的,而体制是整个整个意识形态造成的,而这个意识形态本身是以善的名义来行恶,是一个用谎言制造的,那么他爆料的意义,最重大的意义,就是让大家对整个这个,整个这个党组织,整个这个领导阶层,整个这个体制,整个这个意识形态进行反思。 好,小冬请你继续第二点。 好,下面我们讲,这个讲座的第二部分,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不同作用。 下面我们讲第二部分,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不同作用。 郭文贵的身份和阅历使他对中共的认识仍有很大的局限性,这需要时间,他还认识不到这个邪恶的极权制度,才是人民不幸的根源。 他也认识不到,中共处处防范人民,从来都是视人民为敌的,中共花巨资控制网络。 以武警治国就说明了这一点,而中共更视郭文贵这种反格一击的勇者为头号敌人。 我认为,不管郭文贵对中共认识的深度如何,郭文贵的爆料作用无人可以取代。 郭文贵所表现出的勇气和毅力也值得称赞,他是富商反格一击的先行者,他的反抗会激发更多富商,为保卫自己的财产而奋斗而反抗。 社会是由不同的个人组成的,在推墙中,每个人的作用都不同,我们不要要求千篇于力,而郭文贵的历史作用就是爆料,要求他去搞民运,岂不是转移和削弱,他令中共敢占心惊的爆料的最佳作用。 而我们穷有,应起的作用是支持和声援他。 郭文贵所表现出的勇气和毅力也值得称赞,他是富商反格一击的先行者,他的反抗会激发更多富商,为保卫自己的财产而奋斗而反抗。 社会是由不同的个人组成的,在推墙中,每个人的作用都不同,我们不要要求千篇于力,而郭文贵的历史作用就是爆料,要求他去搞民运,岂不是转移和削弱, 他令中共敢占心惊的爆料的最佳作用,而我们穷有,应起的作用是支持和声援他,不要支持和声援郭文贵的爆料,支持和声援郭文贵反格一击。 出于这个打击中共的主要目标,有些次要问题要先放在一边,我们判断问题不能简单化,不能非黑即白,我们不能因为郭文贵暂时的局限性而否定他爆料的历史意义和作用, 我们也不能因为他爆料的历史意义和作用,而把他吹捧成没有瑕疵的高大权英雄人物。 所以,我不同意某个人对郭文贵的那些吹捧,其实这个人对郭文贵的那些吹捧,无非是想利用郭文贵来扭转他自己的败坏民生。 我也不同意夏业良教授要求郭文贵加入民运一起反共的建议,如果郭文贵接受这个建议,就会转移郭文贵爆料的主要目标,就会削弱郭文贵爆料的震撼力量。 郭文贵的作用是爆料,不是搞民运组织活动。 我也不同意薛江波博士最近的一篇文章《我们如何判断新闻的真假》中的诸多观点, 其中他的一个观点是以郭文贵爆料不准为理由,而全盘否定郭文贵爆料的意义和作用。 现在共产党也在说郭文贵造谣说假,但愿这只是巧合。 实际上,共产党登峰造极的腐败只有我们想不到的,没有他们做不到的。 所以,郭文贵爆料所具的真实性和所产生的巨大效果是有目共睹的。 昨天4月25日,我看到郭文贵以人民的名义发出一组推特,呼吁海外力量团结一致。 他说,我恳请所有海外力量从今天起,不再互相批评,互相伤害,互相辱骂。 是时候做些有意义的,有结果的,团结一致的时候了,我们缺的是团结,我们缺的是清楚的目标。 对郭文贵的这个呼吁,我只能说,郭文贵太不了解海外情况了。 所以,他的这个呼吁,完全不符合当前海外的局势和目标。 当前海外民运的情况很糟,道德败坏的骗子当道,中共对海外民运和中文媒体的渗透收买早已成功完成,可谓无孔不入,滴水不露。 当初,郭文贵自己也曾带着任务接触过海外民运人士,而带任务接触海外各界名人的绝不止郭文贵一人,可以想见,早就有数不清的带任务的人在海外搞渗透收买活动。 今天,郭文贵在美国之音不能成功直播,正说明了这个情况。 所以,许多像我一样热心中国民主的小族们,早就认识到,只要团结成组织,准会被特务破坏。 就像现在的民阵组织一样,被倒得乌烟脏气,团结一致这一口号,只会团结进来大量特务。 结果是根本一致不了,因此二十几年的教训,使我们早就形成共事,凭各自为战,在必要时与信得过的朋友商量,为此才能杜绝特务的破坏和渗透,才能成事。 当前,海外民运情况正如美国之音直播郭文贵采访一样,鬼影床床,中共暗中破坏已成常态。 所以,郭文贵所期望的团结一致的目标,不但不可行,而且与我们的共事正相反。 我们的共事是,当前主要的清楚的目标就是扒皮,倒光民运的骗子和特务,唯有这样,海外民运才有希望,才能进行。 反共和推墙不是空洞的口号,要有具体行动,而扒皮民运骗子和特务,就是迫在眉睫的,具体的,必要的反共行动。 我们的扒皮行动,与郭文贵的爆料行动,一样是当前最具意义的行动,是中共极其特务,最怕的行动。 那些道德败坏的民运骗子,在海外常年多行不义,现在是给他们拉清单的时候了。 我们已经在陆续以文章列出他们的谎言和不义的历史,以免更多的人上当受骗。 这个是为了保护我们的民主新生力量的极为必要的当务之急。 否则民主大业就被他们破坏殆尽。 他们这些特务和骗子,现在又对郭文贵下功夫了。 他们有唱红脸的,有唱白脸的,纷纷出场,好不热闹。 文贵要小心了,即便给这些骗子一分钱,也会增加一分钱的邪恶力量。 对小冬的分享,因为小冬他有一本书叫《乱世迷途》,就是反思他自己的家庭,就是三代红色家庭的一个叛逆的历史。 是即时的,即结合大背景讲,又谈自己家庭的故事。 其中从自己的奶奶、爷爷开始讲起。 而且小冬的父亲和小冬的丈夫,他们是最早,尤其是小冬的丈夫是最早参加海外民运的。 所以他对海外民运的这一段看法和分析,是一个知情人说的,值得我们注意和我们提高警惕。 那么现在说一下就是,郭文贵爆料,小冬前面已经讲了,讲得很充分,很透彻,说郭文贵爆料的意义。 郭文贵爆料,他爆出了什么呢? 他就爆出了这个,大家都知道中国的腐败,中国官场的腐败是一个整体性的问题,是一个顾及,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 那么郭文贵爆料是爆出了中共高层,更高层,核心层的腐败,核心层的贪婪,核心层的堕落。 那么又练权,又练权,又在这个欲望上的放纵。 包括在男女问题上的这样的一个放纵,就是说,这个让我们看到,就是看到这个,为什么它的爆料有这么样大的冲击波,就是彻底放弃对这个极权制度的,所抱的所有的幻想,而且反思这个制度产生的原因。 为什么说这个极权制度是必须要反的呢?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制度内,普通人,社会底层的人固然是非常的不幸的。 那么这个社会中层的人,这个社会高层的人,包括这个社会的核心层的人,所有的人其实都是一个自由沦丧被奴役的一个状态。 因为当一个人活得是不光明,不磊落,不道德,不是取之有道,而是取之无道,而且当这个社会的这个法律制度不是公正,平等,透明的,不能保护这个社会所有成员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个社会无论从它的底层,还是到它的最高层,都是没有安全感的。 所以中国的有钱人,中国的官僚阶层,那么纷纷的选择了转移财产,转移子女,转移家人。 为什么呢?而且为什么这个社会会产生空气埋,会产生这个制度埋,会产生思想埋呢?这是为什么呢? 所以这个才是郭文贵爆料可能会成为一个导火索,也就是这个最后一根稻草,就是让大家彻底的反思,应该正本清源对中国社会进行一个彻底的这个百年迷途,百年迷失。 那么,这一百年来发生的,以革命的名义进行的,到底是一场什么样的一个运动? 是不是它的实质是反人类文明,是反自由平等,是反道德? 是不是中国社会的根源性的问题? 那我认为呢,我们是它的这个爆料的深层意义是从这儿,由于这个社会的极度的腐败是不可抑制的这种恶性癌,癌症,这种社会机体癌症细胞的扩散呢,倒是对,不仅是对中国社,中国社会已经病入高方不可救养,而且它到了任何一个地方,它都把这种不透明的,邪恶的,这个见利妄议的,取之无道的, 这种腐败的,这种堕落的这种癌基因,原癌基因和醋癌基因,它会扩散到世界的各个角落,用这种来侵蚀到世界的各个角落,所以呢,这个是它爆料的深层的意义。 下面我们讲第三部分,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的真谛。 薛江泊博士文章中的一个观点认为,郭文贵爆料不真实,所以美国之音中断他的直播是正确的。 从这点我们就要说,说一下,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的真谛是什么? 真谛是,在不威胁他人生命的条件下,人们有说话的自由,也有说错话的自由。 由此原则,我们可以判断,美国之音没有权利这样随意的改变原定计划中断直播,这是错坏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原则问题。 这也是权利问题,我们不能以别人说话不确切或不真实为理由,去剥夺他人说话的权利。 你可以指出人家哪里说的不对,可以摆出自己的观点,但不能不让人家说话,忽视别人说话的权利,也就是忽视自己说话的权利。 我完全同意小冬说,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不是说你必须只能说正确的话,你才能说,而且他的话到底是不是正确,谁来判断这个话是不是正确。 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的边界是以尊重他人的自由为边界,比如他说的话是散布这个极权专制的言论, 他说的话是以践踏别人和剥夺别人的自由为目的,或者他说的话是威胁别人的这个自由,比如说恐怖分子的言论, 比如说这个是要对别人进行这种人身威胁和侮辱谩骂,总之是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的边界是他人的自由。 那么为什么新闻自由权和言论自由权,包括人类所有其他的自由权都是神圣的不可剥夺的呢? 认为因为人是理性的被造物,每个人都有天赋的理性,天赋的理性使得每个人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有独立分辨的能力,有运用逻辑的能力,有尊重事实的能力, 也就是每个人都有天赋的求真、向善和审美的权利。 所以当一个人说出来的话是不是真的,他的是非和真假和善恶,那么这个是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独立思考,根据自己的逻辑思维,根据自己对事实的掌握来进行判断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在美国的司法制度上有一个陪审团,有一个这个陪审团制度,那么每一个普通的公民都可以被选作为陪审员。 在这里说一下美国之音的事件,我就看到过龚小夏博士写过关于美国陪审团制度的这个文章, 那么龚小夏女士,她作为一个这个资深的而且非常非常这个有重大贡献的一个媒体人,而作为一个就是受过在美国接受了这个非常名校,美国的名校获得博士学位的一个学者。 那么她在微信群做了一系列的介绍美国的这个政治制度,美国的大选,包括美国的两个主要党,他们的各自倾向和他们之间相互关系的讲座。 这些讲座都做得非常好,非常精彩,也在微信群起到了非常积极的这个正面的这个意义。 但美国之音这个直播的中断,直播中断对郭文贵采访直播中断的这个事件呢,确实我想是美国之音历史上一个非常极其重大的事件。 这背后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一个以求真,一个以揭露事实真相,一个保持这个独立客观为宗旨的,那么美国的媒体上发生了这样的事情,这确实是一个给人以非常震撼,是有非常震撼的社会效应。 那么这个事件的背后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是不是中国的这个源自马克思制造的这种原癌基因和人类本身的,因为这为什么原癌基因在每个人身上都有,在每个社会都有? 这也是我有一个朋友听了张敏老师的讲座,他本身就是研究生理学的教授和专家。 那么他特意的跟我谈,他说他确实想到像美国社会呢,这个社会不是没有癌基因,不是没有醋癌的这些因素,但是他有异癌基因。 这个社会的错误,比如说尼克松的水门事件发生了以后呢,是有新闻记者勇敢的出来这个揭露,那么能把这个事情给让他的真相能够被这个普通的民众所知。 所以也就体现出美国政府,这个政府是for the people,by the people,after people,是为了民众,是由民众建立的,是来自于民众的,那么民众是有知情权的。 所以当这个一个高层的政治的黑幕和腐败发生的时候,这个事情是可以被得到揭露和制止和纠正的。 因此,虽然这个社会里面有着各种各样的蛀虫,有着各种各样自我中心的人,有着各种各样不择手段的野心家和阴谋间,但是他们最后会受到抑制。 也就是这个社会总体它是一个健康的社会,这个健康的社会一个重要的因素,新闻媒体起到的这种把他们的这种黑箱,把他们的不透明的内幕,把他们取之无道不择手段呢,违背法律的这个做法,能够公之于是为大家所知道。 所以在美国之音发生的这个事情,很让大家联想到,当然现在我们不知道事实真相,有一个朋友他在推特上发表了一条推文,就是要求一定要彻查,彻底追查美国之音这个事情的真相。 他说是在他个人使用推特的历史上,被这个,就是说被那个支持最多的一次,这反映了我们,我们we the people,我们普通民众的一个心声。 所以也有人发起来向美国白宫的这个请愿,就是要求呢,公布这个事实真相。 这就是这种做法呢,是负责任的公民的做法,也是遏制这个社会变成一个恶性癌的做法。 中国社会它已经是不可救药的了,郭文贵要爆核弹,就是爆出他的核心价值观的虚伪,爆出他的这种核心领导层的贪腐,可不可救药。 那么这种为了这一种恶性的社会的癌基因,实际上是向全世界蔓延,那么它蔓延到美国社会,它蔓延到美国的新闻媒体,它蔓延到美国的政界。 我们知道这是对我们人类文明的威胁,是对我们的这个自由制度的威胁,是对我们的透明的法治的威胁,是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威胁,是对普世价值的威胁,它是要摧毁宪政社会的基础。 所以这个事件极其重大,所以呢,在现在这个阶段,捍卫郭文贵的这个爆料权和他的言论自由权,就是同时也就是捍卫我们每个人的自由权,这个意义就有这样的重大。 好,下面我们讲第四部分,堕落以自由的沦丧。 这三十年来,财大气粗的中共,实际上用收买手段,把整个西方世界拉向堕落。 中共对西方世界的渗透收买,从九十年代初开始,以后愈演愈立。 中共对美国政界和知识界的渗透和收买,则更是中共的重点。 以我在的芝加哥为例,九十年代末,芝加哥市政府和伊利诺尔政府的大部分官员,都陆续前后地被中共政府免费请到中国旅游观光,走红地毯。 不要说市政府和州政府官员得到这种款待,就是芝加哥郊区的一个小小的Naperville市的市长,Arthur George,也得到这样的款待。 这个市长是半义务市长,我的一个熟人住在郊区那个城市,经常向市长批评中共,市长也表示同意。 可这个市长被中共免,款待免费去了趟中国回来后,态度就大变了,就兴高采烈地表扬中国政府如何如何好。 不要说这个小小的义务市长被收买,就是芝加哥中国城的一个办个人装修公司的广东人,叫武艺的,也受到这样的款待。 我认识武艺纯属巧合,那是2012年夏天,由于我忘记关窗户,暴雨进到房间,毁了二楼地板和一楼的天花板。 邻属给我介组给我介绍了这位基督徒兄弟装修公来估价,由于是朋友介绍,武艺来后说话就比较随便,夸夸其谈地,讲他如何被领馆免费请去中国旅游观光,住五星级饭店,走红地毯。 他还喜气洋洋地说,每天的早餐和午餐有多么丰富,有多少钱,晚餐都有中共官员轮流在大饭店请客,请他们,全是中国政府买单。 我对他说,只有中国这样的极权国家,才敢这样花纳税人的钱,财大气出的中国,就是这样把西方世界,美国之音这个机构也是纳税人养的,这次中断直播事件是对川普政府的挑战, 对这个事件如何处理,足以判断川普对中国的态度,判断他到底是远见着势呢,还是鼠目寸光,判断他对中国是具有战略眼光呢,还是只有战术眼光。 郭文贵几次提到他要为中国司法公正做贡献,这里我也想谈谈中国监狱的酷刑问题。 中国监狱使用酷刑,现在已是家常便饭,现在对待双规的官员,也一样使用酷刑,这是对人权和人类文明的极端践踏,这是极端堕落的极端表现。 中国监狱使用酷刑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我曾经问过一位从七十年代底到九十年代初,住过中共大牢十几年的民运元老。 我问他是否经受过电击生殖器,吊打,高音骚扰,墙灯照射,不让睡觉,不让吃饭,不让大小便等酷刑。 他说,没有那些酷刑,只有关单间小号,背靠,饥饿等惩罚。 他与我同样认为,监狱酷刑是从1999年迫害法轮功开始的,在政法委书记周永康领导下,开始对法轮功普遍使用酷刑,随后就对为法轮功办案的律师也同样使用酷刑,从此以后,酷刑就成为所有收押犯人的家常便饭。 高知胜律师在他最近的新书《起来2017年》中,对酷刑有非常详细的描述,高知胜律师所遭酷刑之惨烈,所遭酷刑次数之多,无以伏加。 中国监狱酷刑表明了中国司法系统和中纪委系统滥权到何种程度,这是国家犯罪。 经济贪污还在话下吗? 那么,被收监的官员马建在酷刑泛滥的中国司法面前,他的证词还有什么可信度? 这样一个滥用酷刑的国家对世界和平,人类文明起到的是什么副作用? 我们可想而知。 最后这个部分讲的就是这个堕落和自由的沦丧。 我们说自由是,为什么这个天赋的自由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呢? 因为我们每个人有天赋的理智,人按照什么样的指引去过一种生活才是好的生活呢? 就是遵循理性和良知的去过的这个生活才是好的。 所以大家都会说,你这个人是有理智的,这个人是很有良知的,这个人是很有正义感的,这个人是光明磊落的。 大家都觉得这样是很好,那么根据这种理性和良知建立的这个良善的制度,我们人在这个人群中生活建立的这种社会,也就是公民的社会,也就是这个公民的政治国家,就是一个宪政的社会。 那么中共的这个社会呢,就像刚才小冬说的,制使人堕落的手法有几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他让你昧着良知,让你有理性不能用。 这就是像我们前几天张敏老师和我在这里的一个联合的讲座讲到的,就是说林昭,就是1957年林昭就痛,就非常非常的痛心, 因为他意识到组织性和良心,组织性和良知是相对立的,组织性和理智是相对立的。 我想这个每个在这种中共这个制度下生活的人,从他的这个底层到他的高层,你都会知道,这是一个让你不能说真话的制度,这是让你一个建议不敢勇为的制度,这是让你一个装傻装孙子的制度。 就是你怎么能装傻装孙子,是让一个让你必须要同流合污的制度,你不同流合污,从郭文贵爆料揭露的就是这种对这个财富的贪得无厌,对权力的不择手段的追求, 对这个堕落,就是在欲望方面的堕落,在色情方面的堕落,它都是让人变成了一个物,就是它沦丧为一个物,但是我们知道动物的获取还是有限的,它吃饱了,比如说老虎和豹子,它吃饱了,它就不再去打猎。 这种人的贪婪让你这个欲祸难填,那么这样一个欲祸难填的一个制度,这样的一个统治集团,它就是一个贼船,等于你上了这里,你就上了贼船,你上了这个贼船,你怎么才能以贼共武呢? 你就必须要昧着良知,必须要昧着理智,你就必须要这个随波逐流,铜流合污,才能,但是在这样的一个贼船上,因为是贼,因为是取之无道的,所以人人,他的钱财,他的财富,都好像是贪,都是通过,都变成了赃款,都变成了贪赃王法,大家都没有安全感。 那么还有一个,它这个制度是靠什么维持的呢?就是利诱,利诱呢,一方面是给你物质的东西,然后勾引起你对这个物质的这种贪欲和占便宜的这个心理,贪婪的这个心理。 还有一个就是让你的欲望堕落,送给你女人,让你去玩女人,玩年轻的女人,玩有姿色的女人,然后就是通过这种金钱美女的收买,收买而全力的这种腐蚀,我们看出郭文贵爆料揭露出来的也是这样的,而他是不透明的,是黑暗的。 那他把这样的一种东西向全世界推广,向全世界普及,即使他会把一些财产子女转移到这个宪政社会,目的是为了保护他的家人财产和子女,但他用的方式因为是不择手段的,因为是堕落,所以他去把这种癌的社会癌扩散到全世界,扩散到全人类,是对全人类文明的一个威胁。 他还有一个手法就是当他使用这种利又不行的话,他就威逼,这就像他对这种不放弃这种绝不同流和无人的做法,比如说像他对林昭这样的坚持思想自由的做法,坚持这个自由权的人的做法,所以对这样的一个就是让人堕落和贪腐的制度, 他最终是让所有人的自由权沦丧,我们就知道在中国谁是自由的呢,谁是真正的活的有自由权的呢,所以我们知道要要那彻底根治这个制度呢,就是从郭文贵爆料这件事情,我们来对这种体制的反思, 对他的治国的这种意识形态的反思,那么这就是一个彻底的改变,而且我想美国之音这个事件是促使我们意识到这种腐败的力量,这种社会的癌基因,这种恶性癌,它的这种蔓延和侵蚀的程度是多么的厉害,我们必须要正视了,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 正是为了换却自由,为了使我们不堕落,为了建立一个真正克服根治中国的空气埋,政治埋,思想埋,那么这是到了中国社会真正的开始进行一场, 明副其实的从思想层面,从政治制度层面,从建制层面,从这个所有社会全方面的深层的一个真正的根除恶性来的一个真正的革命的进程,应该开启了,已经开启了,那我也分享完了,谢谢小冬。 说话的权利,你可以指出人家哪里说的不对,可以摆出自己的观点,但不能不让人家说话,忽视别人说话的权利,也就是忽视自己说话的权利。 我完全同意小冬说,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不是说你必须只能说正确的话,你才能说,而且他的话到底是不是正确,谁来判断,谁来判断这个话是不是正确。 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的边界是以尊重他人的自由为边界,比如他说的话是散布这个极权专制的言论, 他说的话是以践踏别人和剥夺别人的自由为目的,或者他说的话是威胁别人的这个自由,比如说恐怖分子的言论,比如说这个是要对别人进行这种人身威胁和侮辱谩骂,总之是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的边界是他人的自由。 那么为什么新闻自由权和言论自由权,包括人类所有其他的自由权都是神圣的不可剥夺的呢? 认为因为人是理性的被造物,每个人都有天赋的理性,天赋的理性使得每个人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有独立分辨的能力,有运用逻辑的能力,有尊重事实的能力,也就是每个人都有天赋的求真向善和审美的权利。 所以当一个人说出来的话是不是真的,他的是非和真假和善恶,那么这个是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独立思考,根据自己的逻辑思维,根据自己对事实的掌握来进行判断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在美国的司法制度上有一个陪审团制度,那么每一个普通的公民都可以被选做为陪审员。 在这里说一下美国之音的事件,我就看到过龚小夏博士写过关于美国陪审团制度的这个文章。 那么龚小夏女士,她作为一个资深的,而且非常有重大贡献的一个媒体人, 而作为一个就是受过在美国接受了这个非常名校,美国的名校获得博士学位的一个学者。 那么她在微信群做了一系列的介绍美国的这个政治制度, 美国的大选,包括美国的两个主要党, 他们的各自倾向和他们之间相互关系的讲座。 这些讲座都做得非常好,非常精彩,也在微信群起到了非常积极的正面的这个意义。 但美国之音这个直播的中断,直播中断,对郭文贵采访直播中断的这个事件呢, 确实我想是美国之音历史上一个非常极其重大的事件, 这背后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一个以求真,一个以揭露事实真相,一个保持这个独立客观为宗旨的, 那么美国的媒体上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这确实是一个给人以非常震撼, 是有非常震撼的社会效应。 那么这个事件的背后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是不是中国的这个源自马克思制造的这种原癌基因和人类本身的, 因为这为什么原癌基因在每个人身上都有,在每个社会都有? 这也是我有一个朋友听了张敏老师的讲座, 他本身就是研究生理学的教授和专家, 那么他特意的跟我谈,他说他确实想到像美国社会呢, 这个社会不是没有癌基因,不是没有醋癌的这些因素, 但是他有异癌基因, 这个社会的错误,比如说尼克松的水门事件发生了以后呢, 是有新闻记者勇敢的出来这个揭露, 那么能把这个事情给让他的真相能够被这个普通的民众所知, 所以也就体现出美国政府这个政府是for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after people, 是为了民众, 是由民众建立的, 是来自于民众的, 那么民众是有知情权的, 所以当这个一个高层的政治的黑幕和腐败发生的时候, 这个事情是可以被得到揭露和制止和纠正的, 因此虽然这个社会里面有着各种各样的蛀虫, 有着各种各样自我中心的人, 有着各种各样不择手段的野心家和阴谋间, 但是他们最后会受到抑制, 也就是这个社会总体它是一个健康的社会, 这个健康的社会一个重要的因素, 新闻媒体起到的这种, 把他们的这种黑箱, 把他们的不透明的内幕, 把他们取之无道, 不择手段呢, 违背法律的这个做法, 能够公职于是, 为大家所知道, 所以在美国之音发生的这个事情, 很让大家联想到, 当然现在我们不知道事实真相, 有一个朋友他在推特上发表了一条推文, 就是要求一定要彻查, 彻底追查美国之音这个事情, 的真相, 他说是在他个人使用推特的历史上, 被这个, 就是说被那个支持最多的一次, 这反映了我们, 我们we the people, 我们普通民众的一个心声, 所以也有人发起来, 像美国白宫的这个请愿, 就是要求呢, 公布这个事实真相, 这就是这种做法呢, 是负责任的公民的做法, 也是遏制这个社会变成一个恶性癌的做法, 中国社会它已经是不可救药的了, 郭文贵要爆核弹, 就是爆出他的核心价值观的虚伪, 爆出他的这种核心领导层的贪腐, 可不可救药, 那么这种为了这张一种恶性的社会的癌基因, 实际上是向全世界蔓延, 那么它蔓延到美国社会, 它蔓延到每个美国的新闻媒体, 它蔓延到美国的政界, 我们知道这是对我们人类文明的威胁, 是对我们的这个自由制度的威胁, 是对我们的透明的法治的威胁, 是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威胁, 是对普世价值的威胁, 它是要摧毁宪政社会的基础, 所以这个事件极其重大, 所以呢, 在现在这个阶段, 捍卫郭文贵的这个爆料权和他的言论自由权, 就是同时也就是捍卫我们每个人的自由权, 这个意义就有这样的重大。 好, 下面我们讲第四部分, 堕落以自由的沦丧, 这三十年来, 财大气粗的中共, 实际上用收买手段, 把整个西方世界拉向堕落, 郭文贵所期望的团结一致的目标, 不但不可行, 而且与我们的共识正相反, 我们的共识是, 当前主要的清土的目标, 就是扒皮, 曝光民运的骗子和特务, 唯有这样, 海外民运才有希望, 才能进行。 反共和推墙不是空洞的口号, 要有具体行动, 而扒皮民运骗子和特务, 就是迫在眉睫的, 具体的, 必要的反共行动。 我们的扒皮行动, 与郭文贵的爆料行动, 一样是当前最具意义的行动, 是中共极其特务, 最怕的行动, 那些道德败坏的民运骗子, 在海外常年多行不义, 现在是给他们拉清单的时候了, 我们已经在陆续, 以文章列出他们的谎言, 和不义的历史, 以免更多的人上当受骗, 这个是为了保护我们的民主身身身力量的极为必要的当务之急, 否则民主大业就被他们破坏殆尽, 他们这些特务和骗子, 现在又对郭文贵下功夫了, 他们有唱红脸的, 有唱白脸的, 纷纷出场, 好不热闹, 文贵要小心了, 即便给这些骗子一分钱, 也会增加一分钱的邪恶力量, 对小冬的分享, 因为小冬他有一本书叫《乱世迷途》, 就是反思他自己的家庭, 就是三代红色家庭的一个叛逆的历史, 是即时的, 即结合大背景讲, 又谈自己家庭的故事, 其中从自己的奶奶爷爷开始讲起, 而且小冬的父亲和小冬的丈夫, 他们是最早, 尤其是小冬的丈夫, 是最早参加海外民运的, 所以他对海外民运的这一段看法和分析, 是一个知情人说的, 值得我们注意和我们提高警惕, 那么现在说一下就是郭文贵爆料, 小冬前面已经讲了, 讲得很充分, 很透彻, 说郭文贵爆料的意义, 郭文贵爆料他爆出了什么呢, 他就爆出了这个, 大家都知道中国的腐败, 中国官场的腐败是一个整体性的问题, 是一个顾及, 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 那么郭文贵爆料是爆出了中共高层, 更高层, 核心层的腐败, 核心层的贪婪, 核心层的堕落, 那么又练权, 又练权, 又在这个欲望上的放纵, 包括在男女问题上的这样的一个放纵, 就是说这个让我们看到, 就是看到这个为什么他的爆料有这么样大的冲击波, 就是彻底放弃对这个极权制度的所抱的所有的幻想, 而且反思这个制度产生的原因, 为什么说这个极权制度是必须要反的呢,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制度内, 普通人, 社会底层的人固然是非常的不幸的, 那么这个社会中层的人, 这个社会高层的人, 包括这个社会的核心层的人, 所有的人其实都是一个自由沦丧被奴役的一个状态, 因为当一个人活得是不光明, 不磊落, 不道德, 不是取之有道, 而是取之无道, 而且当这个社会的这个法律制度, 不是公正, 平等, 透明的, 不能保护这个社会所有成员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 这个社会无论从它的底层, 还是到它的最高层, 都是没有安全感的, 所以中国的有钱人, 中国的官僚阶层, 那么纷纷地选择了转移财产, 转移子女, 转移家人, 为什么呢, 而且为什么这个社会会产生空气埋, 会产生这个制度埋, 会产生思想埋呢, 这是为什么呢, 所以这个才是郭文贵爆料, 可能会成为一个导火索, 也就是这个最后一根稻草, 就是让大家彻底的反思, 应该正本清源, 对中国社会进行一个彻底的, 这个百年迷途, 百年迷失, 那么这一百年来发生的, 以革命的名义进行的, 到底是一场什么样的一个运动, 是不是它的实质是反人类文明, 是反自由平等, 是反道德, 是不是中国社会的根源性的问题, 那我认为呢, 我们是它的这个爆料的深层意义是从这, 由于这个社会的极度的腐败, 是不可抑制的这种恶性癌, 癌症这种社会机体癌症细胞的扩散呢, 倒是对不仅是对中国社会, 中国社会已经病入高方不可救养, 而且它到了任何一个地方, 它都把这种不透明的, 邪恶的, 这个见利妄议的, 取之无道的, 这种腐败的, 这种堕落的这种癌基因, 原癌基因和醋癌基因, 它会扩散到世界的各个角落, 用这种来侵蚀到世界的各个角落, 所以呢, 这个是它爆料的深层的意义, 下面我们讲第三部分, 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的真谛, 薛江泼博是文章中的一个观点, 认为, 郭文贵爆料不真实, 所以美国之音中断它的直播是正确的, 从这点我们就要说, 说一下, 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的真谛是什么, 真谛是, 在不威胁他人生命的条件下, 人们有说话的自由, 也有说错话的自由, 由此原则, 我们可以判断, 美国之音没有权利, 这样随意的改变原定计划中断直播, 这是错坏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原则问题, 这也是权利问题, 我们不能以别人说话不确切或不真实为理由, 去剥夺他人说话, 好, 我们现在开讲, 感谢群主, 感谢群友, 我是刘晓冬, 今天呢, 有我和杨丹河一起讨论, 郭文贵爆料, 最近, 分析郭文贵爆料的讨论已经很多, 我们只想从另一个角度, 谈谈我们的观点, 我们的讲座分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 郭文贵爆料的意义, 第二部分,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不同作用, 第三部分, 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的真谛, 第四部分, 堕落与自由的轮上, 下面我讲第一部分, 郭文贵爆料的意义, 如何判断郭文贵爆料这一行为的意义, 我认为首先应从最重要的大的方面判断, 即从郭文贵爆料行为, 对中共极权制度的震撼效应和推强效果, 这两方面来判断, 而不是从其他次要方面判断, 从中共这近十天一系列的忙乱紧急的动作看, 他先是放出郭文贵三邪的抹黑视频, 又放出马剑等人证词的视频, 又在北京召见美国之音记者警告不能直播, 又在美国之音直播采访前一页发出红色通告, 致使美国之音断播, 中共这一系列紧急行动都表明郭文贵爆料对其震撼巨大, 表明郭文贵爆料意义重大, 我们先不说郭文贵自己是否意识到他爆料的意义, 也不说郭文贵从农民儿子成为富商的路程如何走过, 也不说他最初爆料目标小, 只为了保护自己的家人和员工, 我们只说今天郭文贵能够走到爆料这一步, 能够站出来揭露体制内贪官腐败这一步, 能够搞得中共如此惊慌失措, 已是很了不起的, 是前所未有的, 虽然最初郭文贵诉求目标很小, 只是迫使傅振华放自己的家人, 但最近随着中共撕下假面具, 郭文贵的爆料升级, 爆料的诉求目标加大, 震撼效应加大, 大到成为中共建政以来最震撼的事件, 而这个事件今后还会有后续发展, 我们拭目以待, 我希望随着中共越来越凶恶强硬, 郭文贵能够越来越认清中共的邪恶, 思想越来越深化, 胸怀和目标也越来越大, 现在已有消息传出, 他要召开记者招待会, 时间七小时, 爆更大更多的料, 可以说, 他以个人之力挑战中共政府官员腐败的行为, 对中共体制的震撼, 超过了三十年海外民运所做的总和, 所以郭文贵的爆料不但震撼了中共极权体制, 也振奋了海外民运,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郭文贵成长的阅历不同, 使他很难成为民运人士, 在当前, 郭文贵也不适合如夏业良教授提议的那样去搞民运, 那是转移郭文贵爆料大目标的不策略的提议, 谢谢小冬, 小冬你讲的这些观点我都同意, 我认为呢, 就是从中共建政以来, 从中共有一个说法, 他说那么中共政权的建立是这个人民的选择, 中共政权的建立是不是人民的选择呢, 因为是他欺骗的结果, 因为这个政权是挂羊头, 卖狗肉, 也就是说他说的社会正义, 他说的追求这个自由平等, 他说的, 他也说核心价值观, 他也说他还要追求人类解放, 他说的全都是冠冕堂皇, 但他做的是完全相反, 郭文贵爆料的一个重要意义就是, 因为他的爆料在美国之音被打断, 所以他的核弹, 他据说他要爆核弹, 爆核弹呢, 就可以说是郭文贵爆料是中共的所谓核心价值观, 他的核心价值观就是说, 他是公平的, 他是正义的, 他是要透明的, 他是要公正的, 他是廉洁的, 他是代表人民的, 他是人民的政府, 他是追求这个人类幸福的, 所有的这些美丽的谎言和他的画皮都被彻底的撕下, 这个核弹一方面是说, 他的所谓的核心价值观全是幌子, 全是假的, 另一方面就是让大家知道, 这个政权已经烂到根子了, 烂到核心了, 那么就是对他的所有的这个, 他自己自我内在更新改良的这个幻想, 彻底放弃这个幻想, 就是说对他, 他是不可能改良的呢, 他只是必须得解体, 郭文贵, 他自己可能说的是, 他不反对这个体制, 他不反对这个党, 他说他这个党是正义的, 在这个党是代表人民的, 这个体制还是好的, 他只反对里面的这些蛀虫, 这些哪怕是级层, 级别非常高的, 甚至到了核心领导阶层的这些蛀虫, 他反对这些个别的坏人, 其实这是由于整个的体制造成的, 而体制是整个意识形态造成的, 而这个意识形态本身是以善的名义来行恶, 是一个用谎言制造的, 那么他爆料的意义, 最重大的意义, 就是让大家对整个这个党组织, 整个这个领导阶层, 整个这个体制, 整个这个意识形态进行反思, 好, 小冬请你继续第二点, 好, 下面我们讲这个讲座的第二部分,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不同作用, 下面我们讲第二部分,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不同作用, 郭文贵的身份和阅历, 使他对中共的认识仍有很大的局限性, 这需要时间, 他还认识不到这个邪恶的极权制度, 才是人民不幸的根源, 他也认识不到, 中共处处防范人民, 从来都是视人民为敌的, 中共花巨资控制网络, 以武警治国就说明了这一点, 而中共更视郭文贵这种反格一击的勇者, 为头号敌人, 我认为, 不管郭文贵对中共认识的深度如何, 郭文贵的爆料作用无人可以取代, 郭文贵所表现出的勇气和毅力也值得称赞, 他是富商反格一击的先行者, 他的反抗会激发更多富商, 为保卫自己的财产而奋斗而反抗, 社会是由不同的个人组成的, 在推墙中每个人的作用都不同, 我们不要要求千篇于力, 而郭文贵的历史作用就是爆料, 要求他去搞民运, 岂不是转移和削弱, 他令中共敢占心惊的爆料的最佳作用, 而我们穷有, 应起的作用是支持和声援他, 郭文贵所表现出的勇气和毅力也值得称赞, 他是富商反格一击的先行者, 他的反抗会激发更多富商, 为保卫自己的财产而奋斗而反抗, 社会是由不同的个人组成的, 在推墙中每个人的作用都不同, 我们不要要求千篇于力, 而郭文贵的历史作用就是爆料, 要求他去搞民运, 岂不是转移和削弱, 他令中共胆战心惊的爆料的最佳作用, 而我们穷有, 应起的作用是支持和声援他, 不要支持和声援郭文贵的爆料, 支持和声援郭文贵反格一击, 出于这个打击中共的主要目标, 有些次要问题要先放在一边, 我们判断问题不能简单化, 不能非黑即白, 我们不能因为郭文贵暂时的局限性, 而否定他爆料的历史意义和作用, 我们也不能因为他爆料的历史意义和作用, 而把他吹捧成没有瑕疵的高大权英雄人物, 所以我不同意某个人对郭文贵的那些吹捧, 其实这个人对郭文贵的那些吹捧, 无非是想利用郭文贵来扭转他自己的败坏民生, 我也不同意夏业梁教授要求郭文贵加入民运一起反共的建议, 如果郭文贵接受这个建议, 就会转移郭文贵爆料的主要目标, 就会削弱郭文贵爆料的震撼力量, 郭文贵的作用是爆料, 不是搞民运组织活动, 我也不同意薛江波博士最近的一篇文章《我们如何判断新闻的真假》中的诸多观点, 其中他的一个观点是以郭文贵爆料不准为理由, 而全盘否定郭文贵爆料的意义和作用, 现在共产党也在说郭文贵造谣说假, 但愿这只是巧合, 实际上共产党登峰造极的腐败只有我们想不到的, 没有他们做不到的, 所以郭文贵爆料所具的真实性和所产生的巨大效果是有目共睹的, 昨天4月25日, 我看到郭文贵以人民的名义发出一组推特, 呼吁海外力量团结一致, 他说我恳请所有海外力量从今天起不再互相批评, 互相伤害, 互相辱骂, 是时候做些有意义的, 有结果的团结一致的时候了, 我们缺的是团结, 我们缺的是清楚的目标, 对郭文贵的这个呼吁, 我只能说郭文贵太不了解海外情况了, 所以他的这个呼吁完全不符合当前海外的局势和目标, 当前海外民运的情况很糟, 道德败坏的骗子当道, 中共对海外民运和中文媒体的渗透收买早已成功完成, 可谓无孔不入, 滴水不露, 当初郭文贵自己也曾带着任务接触过海外民运人士, 而带任务接触海外各界名人的绝不止郭文贵一人, 可以想见早就有数不清的带任务的人在海外搞渗透收买活动, 今天郭文贵在美国之音不能成功直播正说明了这个情况, 所以许多像我一样热心中国民主的小族们早就认识到, 只要团结成组织准会被特务破坏, 就像现在的民阵组织一样被倒得乌烟脏气, 团结一致这一口号只会团结进来大量特务, 结果是根本一致不了, 因此二十几年的教训使我们早就形成共事, 凭各自为战, 在必要时与信得过的朋友商量, 为此才能杜绝特务的破坏和渗透, 才能成事。 当前海外民运情况正如美国之音直播郭文贵采访一样, 鬼影床床, 中共暗中破坏已成常态, 所以中共对西方世界的渗透收买, 从九十年代初开始, 以后愈演愈立, 中共对美国政界和知识界的渗透和收买, 则更是中共的重点。 以我在的芝加哥为例, 九十年代末, 芝加哥市政府和伊利诺尔政府的大部分官员, 都陆续前后地被中共政府免费请到中国旅游观光, 走红地毯, 不要说市政府和州政府官员得到这种款待, 就是芝加哥郊区的一个小小的Naperville市的市长, Arthur George也得到这样的款待, 这个市长是半义务市长, 我的一个熟人住在郊区那个城市, 经常向市长批评中共, 市长也表示同意, 可这个市长被中共免, 款待免费去了趟中国回来后, 态度就大变了, 就兴高采烈地表扬中国政府如何如何好, 不要说这个小小的义务市长被收买, 就是芝加哥中国城的一个办个人装修公司的广告, 东人叫武艺的也受到这样的款待, 我认识武艺纯属巧合, 那是2012年夏天, 由于我忘记关窗户, 暴雨进到房间, 毁了二楼地板和一楼的天花板, 邻居给我介绍了这位基督徒兄弟装修公来估价, 由于是朋友介绍, 武艺来后说话就比较随便, 夸夸其谈地, 讲他如何被领馆免费请去中国旅游观光, 住五星级饭店, 走红地毯, 他还喜气洋洋地说, 每天的早餐和午餐有多么丰富, 有多少钱, 晚餐都有中共官员轮流在大饭店请客, 请他们, 请他们, 全是中国政府买单, 我对他说, 只有中国这样的极权国家, 才敢这样花纳税人的钱, 财大气出的中国, 就是这样把西方事件, 美国之音这个机构也是纳税人养的, 这次中断直播事件是对川普政府的挑战, 对这个事件如何处理, 足以判断川普对中国的态度, 判断他到底是远见着势呢, 还是鼠目寸光, 判断他对中国是具有战略眼光呢, 还是只有战术眼光, 郭文贵几次提到他要为中国司法公正做贡献, 这里我也想谈谈中国监狱的酷刑问题, 中国监狱使用酷刑, 现在已是家常便饭, 现在对待双规的官员也一样使用酷刑, 这是对人权和人类文明的极端践踏, 这是极端堕落的极端表现, 中国监狱使用酷刑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我曾经问过一位从70年代底到90年代初, 住过中共大牢十几年的民运元老, 我问他是否经受过电击生殖器, 吊打, 高音骚扰, 墙灯照射, 不让睡觉, 不让吃饭, 不让大小便等酷刑, 他说没有那些酷刑, 只有单关单间小号, 背靠, 饥饿等惩罚, 他与我同样认为监狱酷刑是从1999年迫害法轮功开始的, 在政法委书记周永康领导下, 开始对法轮功普遍使用酷刑, 随后就对为法轮功办案的律师也同样使用酷刑, 从此以后酷刑就成为所有收押犯人的家常便饭, 高之胜律师在他最近的新书《起来2017年》中对酷刑有非常详细的描述, 高之胜律师所遭酷刑之惨烈, 所遭酷刑次数之多, 无以伏加, 中国监狱酷刑表明了中国司法系统和中纪委系统滥权到何种程度, 这是国家犯罪, 经济贪污还在话下吗? 那么被收监的官员马健在酷刑泛滥的中国司法面前, 他的证词还有什么可信度? 这样一个滥用酷刑的国家对世界和平, 人类文明起到的是什么副作用? 我们可想而知。 最后这个部分讲的就是堕落和自由的沦丧, 我们说自由是, 为什么天赋的自由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呢? 因为我们每个人有天赋的理智, 人按照什么样的指引去过一种生活才是好的生活呢? 就是遵循理性和良知的去过的这个生活才是好的。 所以大家都会说, 你这个人是有理智的, 这个人是很有良知的, 这个人是很有正义感的, 这个人是光明磊落的, 大家都觉得这样是很好。 那么根据这种理性和良知建立的这个良善的制度, 我们人在这个人群中生活建立的这种社会, 也就是公民的社会, 也就是这个公民的政治国家, 就是一个宪政的社会。 那么中共的这个社会呢, 就像刚才小冬说的, 制使人堕落的手法有几个方面, 一个方面就是它让你昧着良知, 让你有理性不能用, 这就是像我们前几天张明老师和我在这里的一个联合的讲座讲到的, 就是说林昭, 就是1957年林昭就痛, 就非常非常的痛心, 因为他意识到组织性和良心, 组织性和良知是相对比的, 组织性和理智是相对比的,